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9月26日 第四卷16章第四节到第六节A 引用经文创世纪17章12节 哥林多前书7章14节 习礼与割礼的区别只在于外表 因而在恩约礼有份 我们现在就能清楚看见习礼与割礼的相同与相义点 神的应许我们已证明此二胜礼的功能都是出于这应许 在这二者是一样的 即神应许他父亲般的恩惠赦免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永生 这二者所指向的实体是一样的 即重生 二者的根基都是主基督 使所应许的实体得以应验 因此二者在内的奥秘也没有两样 并且圣礼的整个果效和性质都是由此奥秘所决定 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外在一世 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是神在圣礼中的应许以及所指向的实体 我们因此得出结论 除了外在可见的一世之外 一切属于割礼的同样属于洗礼 我们遵照使徒保罗的引导准则 他吩咐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来考察一切对圣经的解释 就可明白洗礼与割礼之间的预表与对照关系 并且这二者的合一关系是如此真实 几乎是可触摸的 因为割礼对犹太人而言是他们进入教会的仪式 因为割礼作为记号证明被收纳入神的家中 并且他们也借割礼宣告信仰一生一世侍奉神 照样我们借着洗礼被洁净献与神 被接纳被承认为神的百姓 我们也同样向神宣示忠心到底 这就毫无疑问地证明 洗礼应验旧约的割礼 并且取代了割礼成为新约中我们的圣礼 成就同样的目的和果效 当我们思考是否应该给婴儿施洗 如果唯一的考虑是外在形制的水 以及仪式的外表 却不转而专心思想其内在属灵的奥秘 难道这不是荒唐发疯吗 我们若开始思考这属灵的奥秘 就会确信给婴儿施洗是应当的 是我们所欠他们的 因在古时主吩咐婴儿受割礼 他同时表明婴儿在割礼所指向的一切真实应许里有份 否则主吩咐他们领受毫无意义的表迹 以圣礼养育他们就等于是玩弄了他们 然而听到这样的说法是极其可怕的 因为主清楚地宣告给出生的婴儿行割礼 是作为恩典之约的印证 这恩典之约直到如今仍是坚定不移 这恩约的印记要打在今日基督徒的小孩身上 因为他们所得的福分不亚于旧约里犹太人的婴儿 并且他们在所指向的真实应许里有份 为何将他们排斥在胜利表迹之外呢 他们得着了真理应许 为何将他们排除在这胜利的印记之外呢 无论如何 胜利中外在记号和圣道是如此交织密不可分 二者是不能分开的 假使我们能将记号与圣道分开 请问应该看中哪一个 显然我们既然知道记号是见证胜利 我们应当说记号在圣利之下 因此应当更看重圣道 既然洗礼这个词 圣道真理被运用在婴儿身上 那么为何拒绝将那附属于圣道的记号给婴儿呢 单单就这个原因 尚且不提别的 就足以反驳一切反对的人 有人说在旧约里 神定规是第八天行割礼 新约里没有规定 所以可以不实行 其实只不过是逃避问题 我们承认我们现今不像旧约犹太人 必须在特定一日实行洗礼 然而既然主虽然没有规定一个日子 宣告他喜悦 以圣礼的洗礼接纳婴儿到他的恩约里 难道我们还要求什么吗 圣经更加明确地向我们显示这教义真理 事实上主在古时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对于今日基督徒仍然有效 一点也不亚于在旧约时代的犹太子民 这恩约的应许是属于基督徒 一点也不亚于犹太的子民 除非我们以为基督的降临削弱了或除掉了父神的恩典 但这不过是可憎恶的亵渎说法 据此 犹太人的小孩因被立为恩约的后嗣 与不敬前外邦人的孩子分别出来 所以被称为圣洁的种类 因这样的缘故 基督徒的孩子们也被视为圣洁 即使他们出生时只有父母一方是信徒 使徒保罗见证他们与拜偶像的人无会后裔不同 既然主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 立刻吩咐要以圣礼在婴儿身上印记这约 现今基督徒若是拒绝在自己婴儿身上见证 且印记这恩约 有任何借口吗